你们先回去吧 我得去公园里面找个东西 李老师 麻烦你带他们先回去吧 我东西在公园里 可能得找一下 辛苦你啊 吴燕 吴燕 小薇 你先跟李老师 还有同学们回去 我找谁就去看你 好 李老师 苏老师 老秦 你可以帮我照顾一下小薇 我得先去找她 那好吧 哎 姑娘 干什么呢 哎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公园里有没有那种 事物招领的地方 我丢了东西 我就是刚从管理所过来的 今天我们那儿 也没收到过丢失的物品呢 那 还有没有那些东西 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啊 说不定就是掉在地上 收垃圾的 阿姨不小心扫走了有可能 要不你到垃圾分类处去看看吧 今天的垃圾啊 还都没收走呢 是吗 谢谢您 吴燕 你怎么过来了 你怎么可以让我一个人走啊 我着急找一个东西 可能一时半会儿会找不到的 那你更应该让我陪你啊 你怎么走那么让人不放心啊 你怎么走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好不好 我马上就回来 等我啊 你 在哪儿呢 到底在哪儿呢 我们不都说了让你不要来了吗 你那么爱干净来这儿干吗呀 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 别找了 到底找什么东西这么重要 丢了我们再买不就行了吗 买不到了 是我跟你录的书 你之前说看着挺有意思的那个电影 我在我同学的手里刚好看到了 有那本书 就想说 把它录下来 发给你来着 结果 我只录得剩一个快结尾了 你就找不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太好了 还没换 给我 你等一下 这上面还有点脏 我是说 你的手给我 我 你 然後呢 到在她睫毛间吻了一下 就没了 那个啊 那个时候录音室 突然临时要录个节目 我就甩了个胃 你等我一下 我找到了 我能够感觉到有几片雪花 正在我的嘴唇 和她温暖的皮肤之间 慢慢地融化 我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对蒂芙妮说 我想我也需要你 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 没有懂啊 那我给你讲解一下吧 其实这个时候呢 男主角已经在说 我爱你了 不是因为我需要你我才爱你 而是因为我爱你我才需要你 你懂了吗 你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懂不了的 闭眼 你所有的延续 让我相信 你是唯一 我相信 你给我的约定 走多远的路 我们在一起 我想我也需要你 你是我最依赖的这笔 又是最深的 我相信